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入行以來有沒有遇過一些事情 你會很難面對 或者會不會有些事情 或者你不想做 但是你又要在工作上要求你去做 那你有什麼方法去應付呢? 我就沒什麼特別 除了初初自己去嘗試拍照 那時候就是拍一些 即是本身是拍一些鏡頭照 那時影師就不穿 提到是一個女生上身沒有穿衣服 下身就穿短褲 即是超過短褲的 那他就說我想嘗試這種感覺 但是我看照片就覺得 咦 照片很漂亮 但是咦 要長衣服的 那自己就好像有點不舒服 就跟攝影師說 我不是很舒服 即是我沒試過 那時候也沒嘗試比基尼拍照 他就覺得我可能接受不到 那他就不如你嘗試 那我們嘗試一下 你拿著一塊布拿著那個線 那看看怎樣 你看照片都不是埋性感 都是埋的感覺 那攝影師就是一個很好的攝影師 那都見過他的參考 他也是跟很多人合作過 那些照片真是漂亮的 那我就嘗試拍照 那拍一下就舒服了 就覺得沒什麼東西 那之後自己夠膽拿走那塊布 那整個身體是拍不到的 因為他們也看不到 因為我是對著蜂牆 還有有一點點擋住我的位 那是真的拍了背部 那拍了出來之後就很滿意 即是這張照片是我 那麼久以來 那麼多張照 那麼多個 即是自己去表現的 模特兒的其中一張照 我挺喜歡的那張照 那其實呢 譬如你拍照也好 拍電影也好 而有沒有自己一個底線呢 譬如說會不會有一個性感底線 即是去到某個位置我不會去做的了 或者會不會其實 會不會其實 會將來有機會去做一些大膽一點的演出呢 沒有特地去想 那你也看見我 我的人生 一向都是go with the flow 是in the moment的 那就是 我底線 我是每一天都是去挑戰的 那你到時問我 我願不願做 我到時才答到你 那因為 真的要看一下那一刻 我跟誰合作 那個劇本還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這些事情很重要 你自己喜歡哪位明星 要香港的還是 香港人 或者哪裏都可以 劉德華 我覺得他這20年來 沒有變過 都是這麼帥 都是這麼man 如果你要我選一個 年輕一點 劉德華也不是很老 算了我選陳柏宇 他也是當代的人 陳柏宇 他也是朋友 那陳柏宇 不知道 如果他們 劉德華 陳柏宇 可以跟你合作拍一套戲 但要你很大膽演出 你會不會考慮呢 怎麼大膽發呢 大膽發 即是很性感 有得露多少 露多少 差不多 不行 太朋友了 算了 不選他 又不是很朋友 但都懂得 還有大家都有 common friend 那沒有 很尷尬 劉德華可以 劉德華可以 因為他都很Pro 不是說陳柏宇不Pro 但是 因為他都做了這麼多年 他都是一個很舒服的人 那我 可能真的 考到我的 即是陳柏宇就太熟了 可能 你就會有些尷尬 不 大家都是同一個地方 不知道 真的覺得很尷尬 可能因為他太年輕 有一個年紀大一點 可能安全感多一點 是嗎 可能 即是沒有那麼安全 不不 因為跟劉德華 合作的機會 真的很難得 如果真的要考一下自己的底線去做 那 真的會考慮 真的會 那其實呢 我想問問你 那 現在你的感情狀況是什麼 是單身 還是已經在密運呢 現在是有心上人 哈哈 心上人 意思是 已經在發展中了 不算吧 自己就 有心上人 自己 是 對方 喜歡不喜歡對方 就不知道 自己喜歡他 你自己是喜歡哪一類型的男生 呢 比較懂得照顧女生 要 但是 都要 即是 要做Lover and Friend 這個是我從小到大 知道自己是很一定要的東西 因為 除了做一個 你的愛人之外 都要 可以做到你的朋友 因為 你有什麼問題 你有什麼 煩惱 你都會跟他說 他都要懂得跟你聊天 懂得跟你溝通 那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自己就 最近就 需要一個 比較Man 一點的 男人 可能 懂得去照顧我的人 那 那 這些是比較深入一點的 我現在所說的 就是 我發現自己 有一點小動作 一個男生 對我做的小動作 我會很容易吸引 就好像 有時候他們會摸一下你的頭 就是 就是 我會選擇你的 哈哈 哈哈 立刻 立刻我要我要 哈哈 那 那這些小動作 真的會 是會 影響到你 會不會喜歡做一個人 嗯 是 對 有一點變態 就是 女生會喜歡 給男生摸一下你的頭 不是 不是每個女生 不是每個女生 我跟朋友說 我發現這個 我的東西 蛤 真的假的 為什麼呢 我很欠人家摸我的頭 很煩啊 真的不知道 對 會搞亂你的頭髮 對 我不是這麼貪美的 哈哈 那我就覺得 不知道 好像 你前面的頭髮 他幫你動 就是 在現時覺得很甜蜜 很 不知道 很突然的一件事 那其實呢 公司呢 有沒有說 有規限你 就是不准拍拖 或者在公開戀情那方面 要小心一點 就是 不要讓傳媒 或者其他人 就是 那麼多人知道你自己的私生活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規限呢 反而沒有的 那因為 這個事業 是我們自己的事業 那你怎樣去做 怎樣去控制 是 要承擔的責任 都是你自己而已 那他們都會覺得 你們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不會特地規限我們不可以拍拖 不可以出去玩 等等 反而很free 因為我覺得我這間公司 我很喜歡他 也都簽了這間公司的原因 就是 真的好像 我們的父母 那因為 爸爸媽媽 對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會叫我老闆 Roy爸爸 我真的會叫他爸爸 即是一個大家庭 對 每個人都很close 因為 公司不算很小 但每個人都認識對方 大家都認識對方 因為他們不會 OK 鋪了一條路 你自己可以走這條路 我們都要跟著條路去變 我們都要 自己要變化 有一點變化 公司都會 讓我們自己去撞板 自己去嘗試 真的很像一個父母 他們都會讓你自己出去 讓你自己去撞板 你錯了之後 告訴你你錯了些什麼 問你 你知不知道你有錯的 那 都是好像父母 我覺得很溫馨 自己在香港沒有什麼家人 有這麼溫馨的一個公司家庭 很開心 每一天都會有新的東西出現 還有新人的 除了自己的公司 也有其他公司 怕就一定會怕 但是 也不可以怕得太多 因為 都要自己勤力 如果你真的怕 你會自己去想 你為了什麼 會怕 他會搶走你這個機會 唯有自己勤力 去掩蓋這些 去做好一些機會 要跟著看潮流 有什麼興趣 可能真的要去學 近來就 學DJ 那 都 希望大家得好 回去要再學 其實你在加拿大上大 英文又這麼好 那 其實除了在香港發展 有沒有想過去其他地方發展 中國 近來 即大陸 市場都比較大的 上海北京都想去見識一下 要學國語 一定要 韓國 因為作為一個女子組合 韓國的女子組合的舞蹈 和唱歌技巧的能力 真的很好 都想嘗試 去這個難度去挑戰 那 現在 已經做了這麼多 你將來有沒有說 一些特別的大計 譬如說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電影 角色 你想做 還有 會不會有些 另外的目標 你想做 因為我知道 你 有沒有想過 有一段時間 你可能 不會去做娛樂圈 你會不會想想其他的發展 那 天天都 我是一個 想到很多東西的人 想到太多 老闆自己都說我的 但是 自己就有想過 因為 初頭 就自己讀心理學 想讀完心理學 就入了 但是 近來就發現 自己對幕後 也有一點興趣 因為 接觸這些東西多 就覺得 想到這些計劃出來的人 還有 去做這些的人 是真的很聰明 很聰明 而且 不是這麼簡單 想嘗試去學 Marketing 因為 你讀法 你讀什麼都可以 只要讀完一個 Diploma 之後就要讀法 可能之後 再讀法 今天 很感謝Rika 接受我這個訪問 希望 將來可以有多些機會 跟你聊天 祝你在香港 發展順利 OK? 好的 謝謝 我也希望可以多些機會 回來多很多 一來可以一邊工作 可以探望家人 多謝大家聽我這麼久的這個訪問 謝謝